214 證券時報 營利不再成為文化行業並購過程中的絕對要素 2015年7月27日 創業資本A04 李明珠證券時報記者李明珠今年 在文化行業並購浪潮中,風向以變,業內人士稱 並購方不再如往年般強調營利者一要素 投資者更看重有強大的用戶基礎或者高技術水平等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文化企業 投資者更看重有強大用戶基礎的企業居飾 國家政策對文化傳媒產業的支持以及消費需求升級的刺激 引發了文化傳媒行業的並購熱潮 僅2014年文化傳媒相關並購數量超過200起 可統計涉及金額超千億元 從並購方式來看,各類公司各顯神通 有公司通過業內龍頭拓展產業鏈 傳統行業通過跨界並購實現產業轉型 也有互聯網大老延伸進入文化產業 並購視文化產業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 而過去兩年以影視和遊戲的並購案例居多 指金文化產業基金總經理周春芳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今年整個文化行業的並購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 前幾年凡事被並購標的一定要求有盈利 而今年很多新興的文化企業即使沒有盈利也會受到青睞 投資者更看重有強大的用戶基礎或者高技術水平等 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文化企業 能夠幫助公司發展轉型或者創新發展的受普遍歡迎 事實上,上市公司項目並購後的整合難度非常大 尤其對跨界並購來說更是受到考驗 指金文化產業基金和好優勢互補 達到產業協同目標的並購項目,希望能夠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 江蘇有線賺了八倍回報據悉 指金文化產業基金從成立之初就佈局文化產業鏈的項目投資 初期項目以江蘇系的為主,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 新興的文化產業投資逐漸佔據主流地位 早期,成長期項目佔整體投資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周春芳表示,今年四月登陸上交所的江蘇有線 早期投資金額累計達四億元 以最新持股的市值來計算,獲得了八倍左右的封口回報率 這也是基金第一個實現推出的項目 另據了解,指金文化產業基金一期二十億元資金去年全部投完之後 又發行了二期基金,兩期基金總規模達四十億元 二期基金也已經有五億元投出 以拍攝百日焰火、一部之謠等之名影片 而在業內名聲大震的幸福南海影視文化集團 同樣也是指金文化產業基金大手不知作 相關負責人透露,幸福南海已經在證監會排隊後審 期望年內能嘗試 目前,江蘇指金文化產業基金運作已經滿五年 先後投資六十多個項目,投資總額超過二十億元 六十萬元 ijd一ة Ast工地